主料,鲜菜400克,皮蛋两个,辅量,油,盐,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皮蛋去壳,加入适量老陈醋,泡10到20分钟,以去除解胃,切成半状。 鲜菜洗净,沥干,油热后放入蒜米边香,加入鲜菜进行翻炒,鲜菜制酒成熟时放入皮蛋,加少许盐,继续轻轻的翻炒几下即可,烹饪技巧,炒鲜菜,所以一定不可少炒鲜菜如果少了蒜,就像缺少了灵魂,皮蛋入锅不要煮太久,否则汤会浑浊,爱吃辣的,可以扔几个干红椒进去。 味道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